大家好 我是程健祖 是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青少年遲行計劃的社工 我們的計劃是由2001年開始接受社會福利署的資助 我們專門為一些警司經驗的青少年提供輔導服務 我們的服務範圍是新界東 包括沙田、大埔、北區和元朗 我們自2010年開始每年都有發佈一個 《香港青少年干犯有關性罪案》開放研究 這個研究我們希望了解有關青少年的性罪行 了解他們的犯事情況 希望分析到趨勢改變 希望可以協助了解他們的服務需要 亦在中間建議制定一些措施去處理和預防他們的性罪行 我們研究的對象都是我們青少年遲行計劃的個案 他們都是覆蓋犯了一些中度至低度的性罪案 在研究時段我們由2009年開始至2013年 2014年內 總共有118位個案在我們研究範圍內 而其中2012年至2013年總共有30個個案犯了有關性罪行 在分析完這個研究後我們發現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凡是年齡的低齡化 在2009年至2010年一些犯案的個案 集中於15至17歲的年齡組別裏面 而在2012年至2013年他們就降至13歲至15歲 其實在2012年至2013年這個年度裏面 最小的有關性罪行的犯罪者是11歲有3個 而烏似侵犯最多是13歲有5個人 另外我們也發現其實在四年裏面有92%的犯事者是認識受害者 而在烏似侵犯的個案裏面更加有97%互相認識 他們大部份是男女朋友的關係 而他們全部都會准許對方有這個犯事行為 而同學朋友和網友關係我們在今年都發現得到 他們一部份是准許對方犯事的 就著今年的研究我們發現到有關性罪行的情況 趨勢有些改變和變得複雜 我們有兩個建議 第一個建議是我們建議家長在知識和技巧方面 都要幫年輕人做多些討論 第一件事就是有關於法律的知識 其實在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112條講明 在烏似侵犯裏面年齡在16歲以下的人 在法律上是不能夠給予同意的 意思就是其實在年輕人的犯案裏面 其實他們很多都是在同意底下犯案 但其實是違反這個法例的 所以在他們同意底下發生的親密行為 是有機會被檢控 所以家長都要留意和他們去了解 和他們去認清這個法律 第二就是親密尺度 家長其實是很有需要和年輕人去商討一下 他們接受親密程度去到哪裏 而讓他們早知道他們自己的尺度 當有一些誘惑或者其他人有些要求的時候 他們已經懂得去做一個拒絕 第三就是一個技巧的問題 其實年輕人是需要多些練習 當我們早些和他們談了 他們怎樣去拒絕別人 或者用什麼方法去作出拒絕的時候 當他們一個誘惑 一個邀請來到的時候 他們就懂得怎樣去做 第二方面就是態度 其實我們很明白 在一個長期接觸 一個色情資訊的情況下 其實年輕人的性態度會有些改變 可能在這個情況下會增加他們的好奇 也會將一些不恰當的性行為正常化 所以家長是需要留意他們平時上網的習慣 有沒有去接觸一些色情資訊 尤其是現在這個年代是科技發達 我們除了電腦之外 我們手提電話、平板電腦都可以上網 所以家長是要多些留意的 頭牙ии 我們是一個短暫的